请你再来 如伟 能告诉我为什么想到这儿来工作 我呢 是您的朋友陈建鲜介绍我来的 不过我不希望您照顾我的 我是希望您对我有一个最真实的评价 如果您录用我的话 我希望您是觉得我有资格在这工作 那您能给我介绍介绍 为什么您自己觉得有资格在这工作 实话告诉您吧 其实我呢是你们忠实的用户 以前吧我也经常租车去旅行 你们的服务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 也就是因为经常租车旅行 所以我对你们的这个流程啊 我特别的了解 而且我更加了解客户的心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优势啊 我一定会踏实认真 做好每一件事情 你也听到有紫水的 嗯 喂 你好 总经理办公室 嗯 好的 好 唐红 你把这片资料引进六份 往后给几个部门经理送过去 唐红 我给你布置工作呢 我是生活秘书 送资料这样的事太专利 我干不了你 哎 方秘书 赶快给我准备撤啊 我得去工地 好的 老公 我去帮你叫车 哎 唐红你也去吗 我当然得去了 作为生活秘书 我得给向总 开车门擦汗 这一系列的贴身服务 好像都是我的职责吧 可是 也可是 啊 唐红说的对 一块去 哎 向总 那您今晚宴请客户的商务晚宴 可就没有人安排了 唐秘书 我想这应该是您的职责范围吧 唐红 婷婷说得对 晚宴那边也很重要 你去那边安排一下 啊 婷婷 你跟我走 哎 哎 大夫 大夫 三床已经阵痛了 要随时注意观察 哎呦 可找了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送点吃的 趁热 来来来 你们也尝尝 趁热 你不要 啊 这 哎 陆丽 哎 你怎么跟你说 哎 今天我路过咱们学校里边 我忽然看见你最爱吃那个东西 我特意给你买的 哎 你瞧瞧 谢谢你啊 李坤 还记得老同学的喜好 哎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以后别来医院找我行吗 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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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顺路吗 顺路也不用 吕坤 你能按吕强来给我儿子辅导功课 我真的是万分的感激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我肯定也是全力以赴 但是真的不用来给我送吃的了 我们医院有食堂 而且吃的挺好的 我 我人就是 太热情了 能让别人误会 我真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路过那儿 看见你喜欢吃的 想起以前 对不起 李坤 我们之间所有的以前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咱俩是老同学 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之所以请你跟吕强来我家 就是为了 给我跟我丈夫的儿子辅导功课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 他们俩之间能建立起来 像咱俩之间那种 纯洁的友谊 别说了 我明白了 哎呀 这不是吕昆吗 来看病来了 对 哪不说吗 受点惊吓 就是 就是晕 哎呀 那是不是血脂高啊 你可真得注意了 这个年龄的男人最害怕的就是三高 这三高一旦上去了就很难降下来 如果降不下来的话 这生活质量可就降下来 这什么东西啊 人生 顺着买点吃的 我看看 哎呀 那你可不能吃这个 这你血脂高不能吃这个 你给我吧 回头我给你吃 你呀 上这医院门口有个素食馆 那个做的挺好吃的 而且降血脂 你吃那个 你快去吃饭去吧 别饿了 我跟卢丽我们俩有点事了 来 卢丽 好 再见啊 来 再见 哎 我问你啊 李昆今天找你干什么去 你什么意思啊 让我抓个正着吧 四目相对 含情脉脉的 什么叫抓个正着啊 什么叫四目相对啊 人家就是叔叔给我送点吃的 没事吧你 来送吃的为什么说是来看病呢 那我哪知道 你得问他呀 再说了 是你问人家是不是来看病的 我看是应该他看看病 他送什么吃的呢 要说送吃的呢 也得是我这当丈夫来送吃的 刘志高 我再严肃的跟你说一遍 我请人家来是为了给咱们儿子辅导功课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请你不要胡乱猜想 使用海忆工作 有赶神工作 还有你聊天 有赶神工作 还有赶神工作 有赶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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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做了 行中租车 晚上给我做好吃的 我进房间 向总呢 马上就到 怎么样 刚拍好了 大大 来 张老师 一定要吃好喝好 来 里边请里边请 请进 别客气 别客气啊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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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菜 我给你点好了 也点了你爱喝的红酒 尝好点 吃点淋 干嘛呀 你是生活秘书 请在外面等待 拜拜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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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我去吧 祝贺你找了个好工作啊 这回啊 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要对得起人家的信任 知道了 鲁伟啊 这次工作怎么找着的呀 以朋友介绍的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 妈 行了 别啰嗦了 赶紧吃饭吧 鲁伟啊 爸爸明天帮你送晓晓 你抓紧时间上班 千万不能迟到啊 不用 不用 我自己送 可来得及 可以 真转兴了 要喝 哎呀喝 不能死了呀 哎呀 就拿地头给你 一边去 这鱼好收拾啊 你看 这样 死了 我先去 我把这些 切一切 我 让你 把这些 做到 我的 你得恨死你啊 这么折腾的 来 继续 来 给我拿料 那个老抽 老抽少许 对对对 老抽少许 来 给我拿料 来 坐下吧 这能喝吗 能喝 叔叔 是按古书上熬汤的秘方做的 你尝尝 特别好喝 一人一晚 来 我给你盛点 花花 来来来 好 来 你也喝点 来来 怎么样 这什么味啊 我先喝 这个味道是甜的呀 我倒是加了点奶油 我尝尝啊 好喝 真好喝 太好喝了 太好喝了 慢慢喝啊 我这就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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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你有什么需要吗 你在这干什么呢 上班啊 我是生活秘书吗 什么烂七八糟的生活秘书 你不给我赶快回家去 好好好 来 来 江总 张总啊 叫你敬酒呢 赶紧进去吧 好 快 张总 来了来了来了 我一直等你呢 唷 唐秘书 这是要走啊 唷 张秘书 不好意思啊 江总呢 心疼老婆 他说我累了 所以让我回去睡觉 我就回去睡个美容觉 拜拜 好 走之前别忘了把账给结了 身为生活秘书 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喂 你不是也是秘书吗 我累了 我要回家睡觉 你干点活儿 我跟你不一样 这么多年 我一直跟随着向总 在生意场上打拼 这些小事 肯定不需要我来管 当然了 你不想管也可以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嘿 你跟谁说话呢 我谁啊 向太太 我当然知道你是向太太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向太太的话 就更应该得大体 要么你坐在这儿等 要么你把账给结了 至于向总嘛 你放心 我会把他送回去的 呦 您的秘书还当司机呢 忘记告诉你了 这么多年 向总喝多了 都是我送他回家的 不用谢 拜拜 这么多年 喝醉酒都是他送的 叔叔阿姨再见 再见 再见 明天见啊 再见 你怎么回事啊 明明不好吃 为什么要撒谎 孩子是为了给我面子 你面子重要 还孩子诚实重要啊 我跟你说啊 黄黄 以后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不许撒谎 听到了吗 行了 别吃那方便面了 我去给你下点面 你别别别别 你别忙我 黄黄 把这面拿回房间吃去 爸爸跟你妈说点事 不是那方便面多没营养啊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想让吕坤天天来怎么讲 你又怎么了 又救世重提啊 我看想救世重提的人不是我吧 你怀疑我是吗 我不怀疑你 我当然知道吕坤是自作多情了 没有人自作多情 他就是我一老同学 我也希望你不要在小舵机场的随便猜测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欢欢的成绩 吕坤吕强必须每天来 直到欢欢考出理想的成绩为止 你不说是吧 好 你不说我说 我要告诉他 作为这个家的男主人 我不欢迎他天天来 向总 到了 谢谢啊 安全带 你喝太多了 没事儿 我跟你说我还得喝 小心点儿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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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没睡呢 是不是等着我呢 又是他送你回来的 别管谁送我回来啊 去啊 跟我弄点水去 上次结婚纪念日 也是他送你去的医院 听不懂我的话呀 去 我要喝水 向立强 你少招糊涂 你跟你的秘书张婷婷 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我的秘书张婷婷 什么事儿没有 什么事儿也没有 他知道咱们虎口本的登记号 我跟你说啊 我是总经理 庄婷婷是我的秘书 我们的关系就这么简单 你要是再胡搅满缠 我就不回家了 我天天和庄婷婷在一起 我二十四小时都不回来 我都让你就跟她在一起好了 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生活秘书 你跟她在一起了 晓晓 你醒了 你跟你秘书有一腿 晓晓晓晓晓 别吃了别吃了 走了走了 哎呀别吃了 好 出门了 是是是 拿个鸡蛋拿个鸡蛋 走走走 跟老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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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再见 你去哪儿啊 这饭还没吃完呢 你不觉得芦苇不对劲吗 这三十多年来 我觉得最对劲的时候就是现在 这就对了 你看她 现在脸也红了 话也多了 肯定有男朋友了 你要瞎猜 我去看看是哪一路神仙 下起劲 爸 我们去下阶段 好 你去哪一间 跑高 好了 帅哥 去吧 再见 下行 跟我再见 第一天上班 一切顺利 那还是要谢谢 你帮我介绍啊 不用谢我 是你自己通过的面试 好好干 那我走了 再见 再见 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不说话 吃你的饭 不好意思 今天来晚了 晃晃 快点上学了 你别别别 晃晃 来 对 我跟你说点事今天 智高的意思是说呀 那个 这是我们家钥匙 那个回头你就拿着吧 下班的时候呢 你接上吕强跟欢欢 直接来我们家就行了 我们俩上下班也没什么规律 不用等我们 好好好 大人会所谓孩子不能当我 来来 快走快走 来 这块好 走你 走 来 你 再见啊 我都碎碎的脑海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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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碎碎的脑海里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说为了咱们儿子好 只要有人愿意帮欢欢 什么吕坤 送坤 留坤 都无所谓 那你就算找一家教 也不能把家里钥匙给他呀 那是咱们家吗 那是租来的房子 咱没家 这不明白了 你怎么就那么愿意 让他给欢欢辅导 因为只有吕坤自愿 尽心尽力得给欢欢辅导 要知道你要弄清楚一点 现在吕坤是咱们的同盟军 不是你的敌人 我也可以给儿子辅导 你什么时候给儿子辅导过呀 孩子小生猪最吃紧的 说你辅导过吗 刘志高 孩子不是谁的武器 不是说需要的时候 才想起来 孩子需要的是 一年三年 三百六十五天的 关心 在意和辅导 喂 孙经理 公关部那车发案不行 我已经发回去了 对 你们按照我改的方案去办 对对对 不用通知向总了 我全天负责 好的 向总 给我倒杯咖啡 好的 给向总倒杯咖啡 听见了 你去吧 这不应该是你生活秘书 做的事吗 生活秘书 我当你了 我现在当会像太太 我不乐意 哎呀 不不得了 或者说 你倒是我的 就是这样了 你比较好 我还无法按摩 当然 你现在要重新的 你又是这样 三岁 可不得了 我们的小充斌 这个不够 你能不能摆 你们为什么不按照我改过的图纸施工呢 以后在施工之前必须给我二次确认 刘工的意思是大家都很辛苦 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更加的仔细 这样吧 以后我来负责二次确认的工作 你们先去忙吧 辛苦 刘工 心情不好 你要学会技术 刘工 倒是因为家里 我知道这个工程你花了很大的兴趣 如果因为家里的事情影响了工作 岂不是有点得不尝试吗 我们一直走 假演 杂顶 他是 确实 争承 Ent 我一定全力配合你 交给我吧 立强啊 你回来了 这唐红 你说我 我拿她真没办法 让她干什么 她不干什么 她人呢 妈不是说你 这个女人哪里是个干事的人呢 她早就回来了 我叫她 她也不给我打招呼 饭也不做 就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楼上 也不肯下来 帮你拿着 我找她去 唐红 我问你 我在公司里给你交代的那些事 你为什么不做 你有没有点责任心啊你 你还偷偷摸摸跑回家来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你少跟我这儿装病 装病 你信不信我还敢装疯 你说 你跟那装莉莉到底什么关系 你脑子进水了吗 我跟装田田有什么关系 怎么回心啊 妈 怎么又再吵了 你怎么这样对立强的 妈你倒是评评理啊 我这个秘书在公司全力大了去了 还弄黄了雨菲的贡健生 那贡健生不成失败啊 是因为董事会没同意 少来 又给我提董事会 你不是老板吗 你说的不算啊 你连女儿都保护不了 你还什么老板啊 有话慢慢说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妈 能毁了雨菲的前途还叫不严重啊 别吵了 你要相信立强 好 我相信他 证明给我看 我怎么证明啊 你说我怎么给你证明 开了他 开 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 我就知道你会说我胡搅蛮缠的 我不管 就开了他 我跟你说 我现在还开不了他 那你什么时候能开得了他 你什么时候都不会开了他 你就什么我 骗我的 你为了一个女人 连女儿都不管了你 爸爸 欢欢 爸的电脑和资料呢 不是我弄的 收哪儿去了 换鞋 地板刚刚打完了 踩脏了 你看看 有点热 你们谁踩的 你看看这也都是 好了 来 这要跟你讲啊 你看 电视啊 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 拿布盖上了 这个沙发和地板 为其做的保养 踏灰 拿布打伤 你的那个东西都放在这儿 还有电脑 以后你就坐在这儿 看书啊 看电脑 那边光线好 让给孩子 还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是不是 那我还跟你客气什么呀 这不就像家一样吗 回来了 师哥 吃饭吧 我跟你讲一声 刚才孩子等不及了 我们四个先吃了 给你剩了点 剩了很多 来 你坐这儿 我给你拿 歇会儿歇会儿 马上就来饭了 行了 谁啊 谁啊 卢力 你怎么了 桃红 指甲也在啊 卢力 我就来跟你说一声 我根本没有顶你们家的名额 行行行 先进来吧先进来吧 别哭了啊 我是受害者我也就算了 可是我女儿现在也成了受害者 这小三怎么那么可恶啊 要说这婚姻坟墓 怎么一堆一堆的盗墓贼啊 来 我陪你喝一个 我还是觉得不对 怎么还不对啊 我都说了 我们没有顶你们名额吧 我又不说这事 我说你们家老相 你想想 你想想 你们家老相 属于那种有头脑的男人吧 像他这种男人 第一呢 我觉得不可能让一小三干涉自己的生意 而且牵涉这么深 第二 就算那秘书 是他一事业搭档型的小三 你觉得老相可能把自己亲生女儿的前头都搭进去吗 可是我劝你啊 千万别闹 闹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要是想继续过闹 越闹啊 这男人离你越远 你要是不想过了 就直接离一分算了 不 我什么我呀 我看你现在根本没弄清情况 弄清再说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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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衛生嘛 就是要经常的 天天的 有空就擦 有空就擦 时间一长 那 哎 想打扫干净都不容易 没有 这个你看什么说 哎 这个我跟你讲啊 你以后穿破洞的袜子啊 或者不要的袜子 千万不要丢掉 这个袜子如果套在蹲布上 或者扫把上 吸头发的能力老强了 嗯 哎 哎 你看西装啊 这种料子 不能这么 就怕折了 你得挂不起 不穿的时候 我跟你挂起 不用了 来来来 穿上了 哎呀 我这也不动了 坐着有点冷 哎 哥倒杯茶去 爸爸我做完了 我看看 哎哎哎 我儿子作业我来看 那我看我儿子 哎 哎 哎 我想起个字进来 哎 我问你 吕坤怎么会在你们家 不会你们俩 什么你们俩我们俩的 我上吕坤的儿子 给我们家欢欢辅导功课的 啊 你可够想得出来的 让自己的钱追求者 给自己的儿子不习功课 哎 智高怎么说 看不出来啊 智高挺有胸怀的 那当然了 我们家智高向来是 屈胸怀宽广 看我给你多了 明明两步能解决的 你非得四步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么解题的 老师从来没说我错过 那是因为你一直没遇见好老师 今天我这老师还告诉你啊 你这个错误已经犯了三十多年了 你你等我老师啊 还问你 是你儿子学习成绩好 还是我儿子成绩好 你儿子成绩好吗 这道题我儿子用了两步 他用四步 你说谁聪明 那我再问你一句啊 是我儿子辅导你儿子 还是你儿子辅导我 谁让你们来辅导的呀 我让呢 干嘛呢 干嘛呢 怎么回事啊 你来正好我跟你说说啊 欢欢用两步就解出来了 诶 吕强用了四步 吕坤飞说欢欢这不对 我就不明白了 同样一个答案 他怎么就不对了呢 吕坤 这答案确实一样啊 卢力 听我跟你讲啊 首先我们要明白老师 为什么要布置这道题 老师要的不是答案 老师要的是一个正确的解题的过程 欢欢这个没有解题过程吗 有 可你凑就凑在解题的过程 今天老师新教了一个定理 要让他们用上 要让他们复习 他偏偏不用老师教的 那这样 欢欢 你按旅坤叔叔说的再做一遍 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孩子学习的是知识 是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既然已经做出来了 就说明他找过这个方法了 而且还有创造性 为什么让孩子改呢 志高 我觉得你太出生气了 老师让学生复习刚刚学到的定理 自有老师的意图 你跟老师叫什么劲呢 我说你厌世 干什么呀你 狗拿耗子多管心事 人家老师做错了题 当然人家爹说了算了 再说了 那题解对的不就完了吗 不不你先让他讲清楚 谁是狗谁是耗子 这两个孩子哪个是耗子 没有 那个天色不早了 对对对 天天黑了 我该回家了 这见狗 好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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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见狗 别理他 这样这样 快快 快快快 你把两种解法都写在上面 你不得抄我的 谁抄你的了 行了 别吵了 吕强有吕强的答案 咱们有咱们的答案 回头都给老师 明天让老师批 看谁的对 进房间 走 不好意思啊 你别理他 他人就这样 也许唐胡说得对 我这是狗男后 也没有没有 但我儿子不是后 而你儿子也不是后 你别 你唐胡都胡说八道 你理他呢 我们先回去 来 先换手 你别生气啊 真的你别介意 你别理事实道 他就那样 吕坤 爸爸 我不想给刘慧芳补课了 我给他补课这么长时间 他凭什么这么自私呀 上车本去 你到底要饭碰到什么时候 要吵咱们出去吵 别在孩子房间里 走 还会 认真写作业啊 干什么呀 你满表别人不懂啊 你不让人家来给汪哥 不可的 我真是为孩子好 你觉得孩子好什么呀 每次我为孩子好的时候 你都要来报关 你是不是得罪我 我不是 我现在也有什么事 做什么 我现在就 我今天是我 我的事 都要说 我怎么样 实际上 你对我 是 这个许阿姨年纪挺大 还是相貌协会的 许阿姨还说 一个好丈夫啊 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嘴唇要有肉 说明厚道 这下巴壳要有肉 说明啊 他愿意听你的话 还有啊 男人脸上的肉越多越好 说是鼻头啊 耳朵啊 手啊 都要有肉 人多才够瘦啊 你看你爸 妈 我怎么觉得你在说猪八戒呢 我这是提醒你 别找错人了 妈 我现在哪有心思谈男朋友啊 光工作还来不及呢 在说吗 我找男朋友 干嘛要找一胖子呀 妈 我跟你说 这人呢 长得棒他没有用 身上再多肉 不行 最主要的是那颗心 你知道吗 一颗心一定要是肉长的 这样才行 懂不懂 懂 小小 别吃了 我走了 还要不及了 心啊 心 走 走 欢欢 欢欢 雨宽还没来呢 别等了 我送你们吧 不用了 我们自己走 谢谢 快点 还还 干什么 天花啊 女主 天花啊 赠 是吗 快点点啊 程总 再见 该交代的我可是都交代的 我跟庄秘书下午去开一个会 有一点 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看结果 你带领各部门马上行动去 走 向母 向母可以开会了 没关系 我到办公室等她 你忙 你忙 女儿的生日 换我的生日 这 香李强的生日 这 难不成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这也不对 怎么回事 拿到的是多少 难不成 是她前妻的生日 表表表表表表 不爱 就好 多可惜 你愿意 你愿意 请安排 不 mat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想和你相迎走过 在这城市的街头 只想和你微笑回 你说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常开心扉 种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纵然生活是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我两块情如何摆脱 只想和你相遇 纵然生活是愿意和我回味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我唱开心扉 种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栽培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纵然生活是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